一段良州闲笑 唱出五味美食的韵味和气势 这其中三套车这个名字 引起我强烈的好奇 经过一路打听 当地人给我推荐了北关市场 在这里随处可见的三套车 又能带给我怎样的惊喜呢 师傅你好 给我来一套三套车 好 好 这是茶是第一套 这个就是其中一套是吗 茶是第一套 您坐着 您跟我聊聊 好 好 好 我尝尝 这是什么茶呀 这叫什么茶 这叫福茶 福茶 福茶 哦 里边有大枣 大枣 大枣 我们要来这吃三套车的话 首先我得先喝茶 先喝茶 那两套是什么呀 其中一套就是肉肉 还有一套就是辣椒的新面 有面 有肉 有茶 三十楼齐了 那您家有吗 您家就是卖茶 三套车是商家套 合着还不在一家 不在一家 不可从着这个茶给来 吃最好的面 最好的肉 那我先喝口茶 要不一会儿您带我去买点面 买点肉 啥呢 好 喝点喝点喝 我先喝一口 要给大枣 包起肉 好 一起拿着 一起拉着 我打个行 跟我聊天的师傅 名叫孙宝 经营茶摊有三十年了 听孙师傅说 在这里每个摊位都只卖一种食品 每家都有自己拿手的味道 茶摊提供座位 时刻坐下就有摊主前来招呼 安排锁点的美味 在以前人们把一杯茶 一碗面 一份肉的套餐叫做三套餐 时间长了 因方言的影响就慢慢被叫成了三套车 而要想三套车中的行面好吃 就靠制作者的手上功夫 我看您这个做面的方法挺有意思 这属于拉面的一种吗 拉面的一种 您这个是啪啪两下就结束了 您教我一个 没问题 这面拿起来 这样撑一下 撑一下 这样折过来 折过来 再撑一下 拉到这个指头 扣起来 对 不会断吗这个 不会断 它这个放盐 为什么我都撑断呢 是因为我手法不对是吧 你手法不对 手法不对 再撑一下就好了 再撑一下 我刚才看您啪啪那两下我觉得挺过瘾的 那也什么时候弄啊 一时半苦学会 你一时半苦学会 我还挺简单的 龚大姐手法娴熟 这一撑一抖看似容易 实则需要多年功夫 力道均匀 才能使撑出的面条薄厚一致 关于行面的叫法 当地人说 这其实是个笔物 把行面写成了行面 久而久之 就变成了行面 一碗面的成败 就在一勺焦头上 木耳 胡萝卜 豆皮的加入 在麦香上 就让人食欲大增 最后 热辣扑鼻的油辣子 也隆重登场 它是西北人那碗面条里 永远不变的点睛之笔 大家好 大家好 有肉吗 要肉 要肉 三道车必须得有它 是吧 尝一下我们的腊肉 直接让我尝啊 尝一下 好吃呗 哇 香 这叫腊肉是吧 叫腊肉 这个味道跟那个 肉夹馍那个腊肉 还不太一样 一般一个人吃的话 得切多少 一个人吃的话 就是二两肉 二两是多是少 二两差不多 八块桥的肉 我想吃点带肥的 想吃点肥一点的 肥一点 我觉得肥一点的香 好 安大姐告诉我 因为以前生活条件不好 一年到头吃不上什么肉 只有在寒冬腊月 快过年的时候 才能制作卤肉 所以当地人 才把卤肉叫做腊肉 这三套车 你的面来了 刚刚好 刚刚好 我这肉也刚切过来 三套车 咱总结一下 怎么个三套法 首先是这茶 汁天冷 喝口茶 暖暖身子 而且这个茶是甜的 喝完之后 就相当于餐前的甜品 现在进入主题 肉和这个面 先拌一下 而且刚才我过来的时候 当地人跟我 说了一个新的吃法 就是把这肉 放到这面里 大姐给我切的 这个肥瘦都有的 来 走着 哇 吃得太入迷 都忘了说了 形容美食的词汇 有很多种 我自己总结了一词 就是舒服 就这碗面也好 这碗食物也好 当你吃到嘴里 咽到肚子里的时候 会给人一种 特别舒服和满足感 当出现这种感觉的时候 这就是一道极品的美食 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 你要知道 茶 面加上这肉 加起来一共不到20块钱 这么少的花销 可以吃到这么满足的一餐 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 有荤有素 有主食 还有饮料 根本把持不住 也许只有这西北大漠的粗犷与包容 才能将形面 腊肉和福茶 这三样组合成五威人餐桌上的铁三角 三套车 满足五威人的日常生活